各位你好 大家好 早安 现在就是我要开始准备给阿嬷弄吃早餐 你知道吗 因为我阿嬷没有牙齿吧 所以我不敢给她吃那个硬的东西 就给她吃软的东西 所以我告诉你们 我早上就是要给阿嬷吃什么呢 我要给她吃那个南瓜 南瓜已经我切好了 把一切切一块一块 然后就放在电锅蒸 蒸的时候就拿起来 然后呢 还有等一下要夹鲜奶 这个就是鲜奶 鲜奶就倒下去 倒下去在里面 好的 把鲜奶倒下去 就大概这样子 因为鲜奶就已经里面就是咸了 然后呢 好的 然后呢 就是把用瓦斯先煮一下 因为那个鲜奶刚才是在冰箱了 冰箱就是冰冰的 老人家比较不喜欢吃冰的东西 然后呢 我给你们看喔 它这个已经软了齁 我把给它浇一浇 然后等一下就不用用那个什么 打果汁 以为昨天那个那个骨咕就叫我 用打果汁 我想是不用嘛 就这样子可以了 这个也还不错好吃喔 我昨天有试试看啊 有喝过了喔 嗯 还是要加一点鲜味 就是盐巴哈 大概放一点点就好了 就是让它不要根本就没有放什么 盐巴是最好 怕说有的人吃东西喔 没有加什么盐巴哪些 像那个煎一颗蛋 然后如果没有放盐巴的话 人家讲说会老塞 老塞是什么呢 就是拉肚子 好的 快滚了 滚了以后就差不多了 等一下就用一个碗 那个碗就拿来装给阿嬷吃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是算那个 如果没有细饭就是换这个吧 又不然那个南瓜 又不知道要怎么煮的 这个也还蛮好吃喔 因为那个也不用放汤 因为那个南瓜里面也是酸有一点甜甜的 然后咸奶就是已经咸味了 好的 火不要太大 等一下会焦焦了 OK 然后呢 哦 不错了 哦 不错了 其实等一下我没有给它打过子 阿嬷会不会一直要给我吐出来 糟糕了 老人家就是这样吧 我把拿一拿拿一拿 然后 就让它熟了 好了 好了 已经好了 我拿起来 拿起来了以后 然后 装放在碗里面 然后给它凉 才不会那么烫 等一下阿嬷就可以喝了 你们知道阿嬷南瓜是什么呢 好的 就先这样 一些就是要给我吃的 我也还蛮喜欢阿 也不是很喜欢阿 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吃 好的 所以阿 你们就知道了阿 我叫你怎么煮阿 有煮过了吗 没有煮过就开始试试看阿 你们就可以试试看 怎么煮的 OK 拜拜 拜拜